内地最快今个月启动银行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 丸商认为有助加快改善资产质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众收入和就业 内地金融监管研究院估算信用卡 透支等个人不良贷款可能已经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 彭博引述消息说 内地去年底召集部分金融机的开会 讨论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的具体细节 最快今个月启动 工商银行有望成为第一间参与银行 由信达、华用等五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收购相关资产 劝商富瑞说 内地因为疫情准许小微企等贷款延期常还 不过措施3月底到期 相信出售有助加快银行减少不良贷款 他估计内银上季顺利 按年已经明显增长一成到两成 今季压力较大 但第二季受惠基数低表现会特别好 当中教体好油柱行 因为存款基础大 主力在同业拆出资金 受惠市场利率上升 而且零售银行业部有望复苏 美银形容今年是内银股重新估值的一年 由于内地焦点转向控制杠杆 货币政策会偏紧 农历新年之后市场利率会上升 行业息差有望转趋稳定 盈利有望恢复增长 野村同样看好债券利率等上升 会舒缓内银息差压力 不过提醒要关注股息政策 形容是市场伤心能不能恢复的关键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天报道